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近期的市场大家都看到了 腰股已经全面下线 高低位也是频繁的切换 那么我做短线的朋友 如果你还是在一味的满场死扛着 绝对会亏得你穿不上裤衩 现在的这种市场情绪 如果要说什么操作方式 能够风险小,获利稳定 我觉得最佳选择就是做波段 本期视频我原本是计划 给大家讲一趟波段的专题 但是我觉得讲这个之前 我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蕴含的东西很强大 说它能够告诉你 这个股票的走势也不为过 它不但能够告诉你 当前位置是获利盘多还是套劳盘多 甚至说 你可以不用每天去盯盘 你都能够判断出主力在哪天建仓 哪天又开始出货 真的是很简单又很实用 至于到底是不是我说的这么厉害 大家听完之后 一定会有一个肯定的回答 好,我们切入正题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指标 这个神奇的指标就是筹码分布 说到筹码分布 我们首先应该知道 什么是筹码分布 它体现的又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我们说筹码分布 也称为流通股票的持仓成本分布 也就是说某个股票在不同价格上 它的持仓情况 筹码分布是当天成交后 显示筹码价格的多少 红色部分就是当天全部获利的价格 蓝色的部分就是套牢筹码的价格 中间会有一条白色的线 白色线代表是当天平均成本线的成交量 其中对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日K线的筹码分布情况 因为它反映的不仅仅是当天的成交量 而且反映了在整个股票里 某一天所有价位的筹码分布 也就是说这个股票 所有流通筹码都统计在这里 每日叠加更新数据 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清楚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因为这个特性 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信息 由于它蕴含的信息量太大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给大家介绍 我们打开通话市软件 系统默认的 应该是这个界面 但如果不是 如果你找不到这里有这么两栏 大家注意这里看到没 看到这个符号没有 我给大家标一下 这里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 一直点击再点击 一直出现这两屏的界面 这个时候我们看这里 看右下角 我们看这里有个筹字 我们点击这个筹字 这个筹字就是筹码分布的意思 这个时候我们就出来了这个界面 那么在这一块出现的这个红柱 蓝柱 就是股票在某一天 它所有筹码在不同价位的分布情况 那好 我们下面就讲讲 我们从这些东西能分析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我们先说第一个 大家都经常听说压力位这个词 上涨过程我们通常说到了压力位了 有些人甚至还会画一些辅助线 比如说在一波震荡的顶点 会画出一条横线 作为突破的压力线来看 那么他们这个做法的原理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通过筹码分布来给大家解释清楚 我们说当股价上升的过程中 路过它所对应的筹码密集区的时候 就会有相应的套牢盘被解放出来 很多人的观念都是 被套了这么久了 对不对 有机会平仓 肯定是挤破脑袋往外跑 造成在相应的区段抛压过大 最终导致股价止步于当前的压力位 这是对压力位的解释 那么支撑位怎么看呢 支撑位通常都是一只股票 在这个下跌的过程中 下方的获利盘都出完了 也就是这个红色的注册都没有了 如果说要卖 只能是套牢盘出来卖了 对不对 要不就没有筹码 可以再拿来买卖了 但是套牢盘的一般散户 它大多数都会选择先不卖 讲到等等可能会涨 我相信今天听课的人 很多人手里应该都有被套牢的股票 被套住了 股价一旦到你们套牢的位置 你们一定会选择跑的 对不对 所以套牢盘一般卖出最多的时候 都是在股价上升到对应位置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这个股票 这个维科技术 比如我说在这一天 1月15号这一天 我们把鼠标定格在这里 鼠标一定不能乱动 因为我们鼠标划到哪一天 后面就是哪一天的筹码分布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鼠标定格在这里 不要动 我们说在1月15日这一天 我们可以选择买入 为什么 我们看到在1月14号的这一天 是个十字星 而且我们看一下它的筹码分布 1月14号的筹码分布 看右边 它的下方是不是都已经没有什么筹码了 对不对 它跌也跌不动了 所以如果下一天出现阳线 就是很好地买入机会 对不对 这也就是所谓的支撑位 我们说如果我们在1月15号这一天买入 如果我是做波段 我一定会在这一天卖出 对不对 为什么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讲 如果我们说我在这一天买入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 对应是不是一个套牢盘很密集的地方 它为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 包括这里 看到没有 大家 它套牢盘密集的地方 一定都是这些顶点 所以说 有很多人画辅助线 他们也都是有根据的 因为在股票上升的过程中 突然的下跌 就会造成很多套牢盘 所以很多的压力 就是一些波动的顶点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通过筹码分布 可以判断的第一个信息 我们再接着说 我们换一个股票 我们选一个 有一段时间震荡的股票 看一下这个股票 我们说 判断一个股票 是不是主力建仓了 首先呢 要排除顶部有大量套牢盘的 对不对 如果你顶部有大量的套牢盘 伴随着你的拉升 他们一点点往外出货 所以你的拉升难度会很大 所以这个时候 主力也不会选择这只股票 作为他们操盘的对象 对不对 好 其次呢 我们说 就是看在低位 有没有吸筹 那么我们就从主升浪 往前看 我们看看 每日的成交量是怎么增加的 有没有规律 那我们从这一天 这一段时间 是横盘震荡 对不对 我们看我们的筹码分布情况 也是都在底部 慢慢的往下累积着 对不对 说明这一段时间 主力就是在这个位置建仓 随后 我们说开始拉升 但是拉升过程 我们看 大家跟着我看 随着我每变化一天 大家注意看右边的筹码分布 大家看到没有 几乎是没什么变化 对不对 也就说明 它在主升浪的这个阶段 底部的筹码就没有动 对不对 随后一直拉升到顶部 这个时候我们渐渐的发现 它有了变化 在高价位的区域 分布了一些筹码 对不对 一直到拉升到顶部 我们看在这一天 股价突然跳碎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底部的成交量 还是没有减少多少 对不对 这说明主力还没有走 或者是少量走了 那大家就分析 它为什么没有走呢 股价都这么高了 对不对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的主力 它是走不了 它肯定想走 那么我是怎么判断 它们走不了呢 这里我们就需要看到 这条白线了 大家注意 看这里 看到没有 这条白线 这条白线就是平均成本线 我们看 在这一天 平均成本线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离他们的建仓成本很近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那就是现在这个股价 拉得这么高 在这个位置 但是大部分的筹码 却都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筹码 都在他们的手中 但是跟风盘 实际上是没有拿到多少筹码 如果他们这个时候选择出货 股价跌到底 他们可能都出不完 所以主力出货 一定会参考这条线 就是这条白线 因为只有顶部筹码多了 才能满足他们出货的要求 所以我们看后面 拉高之后是不是回踩 然后又开始拉升 那回踩拉升又是在干嘛 现在大家肯定能知道了 对不对 是让散户上车 让散户吃到筹码 替他们做换手 那么我们在这一天 我们看到 平均成本线还是在下面 对不对 我们接着再往后走一天 大家看一下 平均成本线是不是上移了 也就是说顶部的筹码 已经数量够了 对不对 主力这个时候 才会考虑撤退 随后他们就采取 震荡出货的模式 慢慢的了结这一盘操盘了 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应该对筹码分泡 有个大概的了解 但是由于筹码分泡 它蕴含的信息量太多 我一节课也不能给大家介绍完 所以今天只给大家介绍 压力位和支撑位怎么看 以及我们判断 阻力建仓和出货的一种表现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会在后续视频 给大家安排剩下的内容 后面的内容 可能包括单峰 多峰 等一系列的筹码分布战法 好的 今天的内容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